今天见面怎么样?你长得漂亮吗?我能看看你吗? 视频里出现了一个女孩的脸,对着摄像头,笑得很灿烂 一番交谈后,交易达成,故事正式,拉开序幕 正在补妆的女孩叫杰蓉,而帮她化妆的女孩叫乙俊 他俩正在从事原教工作,只是为了挣取足够的钱出国旅游 化好了妆后,两个女生也换掉了校服,从洗手间出来 之后,杰蓉负责出卖自己的身体给嫖客 而乙俊负责在楼下把风和管理财产 之后,杰蓉进了楼上的旅馆,在窗口向乙俊打招呼 而乙俊在楼下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 突然,两个警察正在附近搜查 乙俊急忙地给杰蓉打了电话 一会儿,杰蓉抱着一堆衣服,只穿了内衣匆忙下楼 杰蓉的脸上还带着笑容 乙俊慌忙拉上她的手,赶紧跑 穿过市场,两人终于摆脱了警察 逃脱成功后,乙俊给杰蓉披上衣服 杰蓉问乙俊我们存到多少钱了 乙俊说只够一个人的机票 之后,乙俊带着杰蓉来到澡堂 在澡堂里,乙俊想劝杰蓉放手 可是杰蓉似乎乐在其中 直到一次,杰蓉似乎对一个已经结婚的音乐家有好感 两人第一次发生了争吵 在之后的一次交易时 乙俊被一个老男人骚扰 当他赶走男人时 警察已经上楼 杰蓉被堵在门口 杰蓉被迫穿着内衣准备从窗户跳下 警察慌了 杰蓉落地后就不省人事 乙俊连忙将杰蓉送进了医院 杰蓉受伤很重 临死前,他想最后看一眼音乐家 乙俊独自上门,苦苦哀求音乐家 可是音乐家不为所动 提出要求乙俊陪他一次 他才会去医院 乙俊只能答应 可是他们赶到时,杰蓉已经死去 乙俊痛苦不已 而音乐家却面无表情 就用死后 乙俊充满懊恼和后悔 他决定赎岁 乙俊心生愧疚 于是来到之前那家旅馆楼下 看着楼上的那间房的窗户 那是杰蓉跳下来的地方 走进房间 开始打电话联系以前的客人 乙俊开始给自己画口红 然后打开窗户 就像当初杰蓉打开窗户看自己一样 他打开笔记本 约了曾经所有的嫖客 他说他是杰蓉 还把以前的钱都退给了他们 一次办案时 作为侦探的父亲 发现了女儿乙俊 被一个陌生男子搂在怀中 从此父亲开始跟踪女儿 想尽办法阻拦女儿 父亲用石头 砸破嫖客车上的玻璃 之后还跟随他进了家 当面指责他和一个 比自己小的女孩发生关系 父亲走后 男人不堪压力 选择跳楼自杀 第二天 父亲继续跟随女儿 却因为意外来晚了 在厕所里 愤怒的父亲拿起手铐 狠狠敲在嫖客的头上 嫖客死了 他也是乙俊 笔记本中最后一个嫖客 乙俊将他名字划掉后 将笔记本丢在地上 父亲清洗完血迹后 就开始制作寿司 之后乙俊回家了 父亲邀请他 一起去老家祭拜死去的母亲 在坟前 父亲表情凝重 似乎在懊悔 自己没有教育好女儿 晚上睡在民宿中 父亲想过亲手杀死女儿 埋在河边的浅滩上 可是他终究还是没有下手 第二天 父亲开始教女儿练车 他在河滩把石头 染成黄色 摆成车库和S弯道 在这之前 父亲已经报警自首了 父亲认真细致地 在教女儿开车 而女儿在车上 也津津有味地学着 这时警车来了 父亲一脸坦然地 向警车走去 乙俊发现父亲的行为后 想要开车去追赶 却陷入在淤泥里 不得动弹 故事到这里 就结束了 不一样的电影 不一样的我 良品电影 一直等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